台湾灯会进入闭幕倒数 将在周日晚间10点半 举行最后一次点灯并释放烟火 绝对民众趁着周秋假期来到鹿港 白天由鹿港晚上赏花灯 主播单位表示 累计参观员潮将突破千万元次 带您看看现场情况 刃探的鼓声响彻灯会现场 民众为着观看表演 这里是灯会展示现场 虽然是大白天 还是有民众一早就搭车来到鹿港 就是为了要来看这次的台湾灯会 花灯虽然好看 但是人多车多需要受到交通管制 14天的灯会会不会影响 当地民众的平常生活 主办单位表示闭幕当天邀请日本与韩国表演团体演出 这次参观人潮将突破千万人次 还没看过花灯的民众可别错过了 新狂的亚特电视 叶星红台湾张华报道 这次参观人潮将突破千万人次